全能神话语朗诵 关于追求真理 什么是追求真理? 十二 根据上次交通的德行方面的说法与实质来看 传统文化里的德行说法 掩盖了人类的败坏性情 与败坏实质 当然也掩盖了撒旦败坏人类这一事实 今天所交通的传统文化中 对男性女性的定义 就很明确地说明了德行说法的另一方面实质 什么实质呢? 德行方面的这些说法 不但迷惑、误导、禁锢人类的思想 当然也灌输给人对各类人事物错误的概念、错误的观点 这是事实 这是撒旦所倡导的德行说法的另一方面实质 这话怎么能证实呢? 从刚才交通的德行方面的说法 对男性女性的定义 是不是就足可以说明这一点呢? 就足可以说明这一点 德行方面的说法 只论行为的对错与做法的好坏 只是在外表论好坏、论对错 它并不能让人知道 人事物的正与反、好与坏、是与非 它让人遵守的不是正确的、符合人性的、对人有益处的、行事为人的准则或者原则 不管这些德行的说法是不是违背人性的自然规律 不管人愿不愿意遵守 它都让人不分对错、不分是非的死守教条 你如果守不住 那这个社会就要谴责你 就要定罪你 甚至连你自己都要谴责自己 这是不是传统文化禁锢人类思想的一个真实写照 准确地说 这就是传统文化禁锢人类思想的一个真实的体现 一旦传统文化又产生了新的说法、新的要求、新的规定 在社会上形成了舆论 形成了一股潮流 形成了一种风气 那你就必然会被这种风气、潮流所裹挟 你不敢说不、不敢拒绝 更不敢提出任何质疑与不同的说法 你只能委身于其下 否则你就会被社会唾弃、被社会诟病 甚至被社会舆论谴责、被这个人类定罪 被谴责定罪的后果是什么? 你再也没有颜面活在人面前了 因为你没有了尊严 因为你不能遵守社会道德 你没有道德、没有传统文化要求的德行 你就没有了任何的社会地位 没有了任何社会地位的后果是什么? 那你就不配在这个社会上活着 你方方面面的人权都会被剥夺 甚至你生存的权利 你说话的权利 你尽义务的权利 都会受到拦阻限制 这就是传统文化对人类形成的影响与威胁 每个人都是他的受害者 当然每个人也是他的执行者 你受害于这些社会舆论 当然也受害于社会上的各类人 同时也受害于你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接纳 归根结底就是受害于这些传统文化 这些传统文化对人类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比如一个女性被人传讲 不是贤良舒德的女性 不是一个好女性 那她到任何工作岗位 到任何人群 只要被人知道她的故事 被人传讲是非 被人论断 那她在任何人眼里都不是一个好女人 一旦形成这种局面 她在社会上立足或者生存 就会举步维艰 甚至有的人没办法 还得隐姓埋名 换一个城市 换一个环境去生活 社会舆论的势力大不大? 这种无形的力量 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摧残 柔令践踏 比如你信神了 很明显你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 就很难生存 为什么很难生存呢? 因为信神之后 你要尽本分 要为神花费 有时候就难免顾不到家 那些外邦魔鬼 就散布谣言 说你不过日子了 不要家了 跟着人跑了 等等 尽管这些说法不符合事实 都是捕风捉影 以和传和 但是一旦这些罪名 扣在你头上 你的处境就会很艰难 你去买东西 人家都不会给你好脸色 你刚走 人家就在背后 嘀咕议论 这人是信教的 不守妇道 不正经过日子 整天往外跑 一个女人家 不好好过日子 瞎跑什么呀 女人就应该三从四得 相夫教子 你听完 心里是什么滋味 是不是很气愤 你信神尽本分 关他什么事啊 根本不关他的事 他就能把这事 当成茶余饭后的话题来讲 当成正事来评论 来传讲 这是不是一种社会现象 这种现象是不是随处可见 比如 以前有个同事跟你关系挺好 听说你信神了 就在背后跟你传了很多闲话 许多人就远离你了 跟你的关系就不好了 尽管你工作的态度 与之前没有任何两样 但是这些闲话 一旦被多数人听见了 你在这个单位 还好不好立足了 人对你的态度 是不是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们都谈论什么呀 女人不好好过日子 信什么教啊 男人信什么教啊 没出息的人才信教呢 那都是女人做的事 男子和大丈夫 应该把心放在事业上 有没有说这些话的 这些话是从哪儿来的 你信神关他们什么事啊 信仰自由 他们无权干涉 那他们为什么能议论你呢 为什么当你信神之后 他们就对你说三道四呢 从某种程度上说 他们这么议论的参照物 不可避免的都是根据传统文化的思想观点 都是根据国家政府对信神的态度 虽然外表上 他们是在议论你 其实他们是在说三道四 搬弄是非 肆意定罪 不管怎么说 他们议论论断的根据 还有他们对待你信神这世的看法与态度 很大程度上是受传统文化 无神论思想的影响 因为传统文化除了教导人 怎样做女人 怎样做男人以外 它主要的思想精髓是什么 没有天 没有神 就是无神论的思想观点 所以他们很排斥有信仰的人 尤其是排斥信真神的人 如果你搞迷信 信什么邪教 或者搞任何的宗教活动 他们可能不搭理你 甚至你搞迷信 他们还靠近你 但你一旦信神 天天读神的话 传福音尽本分 跟神走 他们就要跟你势不两立 他们跟你势不两立的根源是什么 准确地说 一方面因为他们是外邦人 都是跟随撒旦的 都是属撒旦的 另一方面 他们是根据传统文化的思想观点 看似 是根据大红龙的政策 法律看似 这是客观事实 当他们看到的人事物 不符合传统文化的思想 看到信神的人 是国家镇压抓捕的对象 他们就要鄙视 就要说三道四 就要论断定罪 还要配合政府 监视举报信神的人 他们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 主要是根据传统文化 无神论思想与大红龙的 邪恶政策 比如他们论断信神的人 说 一个女人不好好过日子 瞎跑什么呀 一个男人不好好追求事业 信什么教啊 好男儿志在四方 男子和大丈夫 应该把心放在事业上 你看 等等这些庸俗的说法 是不是很明显就来自于传统文化 就是来自于传统文化 他们这些庸人俗人 也不追求什么信仰 就追求肉体吃和享受 思想里 除了充满邪恶潮流的东西以外 就是被这些传统文化 深深地捆绑着 禁锢着 不自觉地就活在 这些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 所以他们很自然地 用这些观点来看待任何的人 任何的事 这是在现代社会 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发生的事 这很正常 在撒旦掌控的世界里 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 就是这样 德行方面的说法 不但灌输给人 错误的概念 错误的观点 它还教唆怂恿人 在特殊环境背景之下 遵律给人 遵律一些极端的思想 采取一些极端的行为 比如之前所讲的 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说法 就是撒旦借着规范人的德行 在对待朋友这世上提出的一种要求 很显然 这方面德行的说法 就是让人在对待朋友的世上 有一种不理性不明智的思想观点 甚至能为朋友随随便便就献出自己的性命 这是撒旦在德行方面 对人类提出的一种极端的要求 过分的要求 其实在德行方面 还有一些类似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说法 同样要求人采取极端的行为 这些都是不人道不理性的说法 撒旦在给人灌输传统文化思想观点的同时 还要求人遵守这些不理性的思想 不人道的说法 还让人恪守这些思想做法 可以说这是对人类的一种玩弄与摧残 这类说法有哪些呢 比如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春残盗死思方尽 蜡炬成灰泪屎干 这两条比为朋友两肋插刀更明确地告诉人 不要珍惜生命 生命就是应该这样挥霍的 当需要人献出生命的时候 不要太过于珍惜生命 而是要达到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春残盗死思方尽 蜡炬成灰泪屎干 这两条德行的说法 字面上的意思大概都了解 他们到底在宣扬鼓吹什么 是为谁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是为谁春残盗死思方尽 蜡炬成灰泪屎干 人应该反省反思 这样做有意义吗 这种说法是先迷惑 麻痹你的思想 扰乱你的视线 接着剥夺你的人权 给你指引错误的方向 给你错误的定义观点 然后就让你为这个国家 社会民族 或者为事业 为爱情 把你的青春生命献出来 人类就这样浑浑噩噩的 在朦胧状态之下 把自己的性命稀里糊涂地献给撒旦了 而且心甘情愿 无怨无悔 当把生命献出来的那一刻 人什么都明白了 觉得不值 觉得上当了 但为时已晚 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一生就这样 被撒旦迷惑 愚弄 摧残 践踏 最后 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也被他夺去了 这就是人类 接受传统文化 德行说法的教育 所产生的后果 完全证实了 人类活在撒旦泉下 被撒旦迷惑 愚弄的可怜的下场 形容撒旦对待人类的各种手段 都有哪些词汇呀 首先是麻痹 迷惑 接下来还有什么 说说 愚弄 摧残 践踏 蹂躏 然后就是怂恿 蛊惑 索命 最后把人玩弄了 吞吃了 撒旦败坏人 就是这个结果 人活在撒旦的泉下 都凭撒旦性情活着 如果没有神发表真理 做审判刑罚的工作 来拯救人类 那人类不就统统被撒旦残害 吞吃而灭亡了吗 人类宣扬的传统文化 都是什么东西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主要是要求人 在做事的时候 要诚恳勤奋 竭尽全力 尽心尽力 一直到死 人这么做 到底是为谁服务 当然是为这个社会 这个家国 这个民族 那这个社会 家国 民族 到底是谁掌控呢 毫无疑问的 是撒旦 是魔王 那撒旦 魔王 利用传统文化 迷惑人 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一是让国家强大 民族兴盛 二是让人光宗耀祖 流芳百世 人就感觉 这是无上光荣的事 都感谢魔王 甘愿为这个民族 社会 祖国 贡献出生命 这实际上 就是在为撒旦效力 为魔王效力 是为撒旦 魔王的统治地位效力 是为撒旦 魔王 把自己宝贵的生命 献出来了 如果不是告诉人 为了尽好 塑造之物本分 而尽心 尽意 尽力 达到活出人的样式 而是要求人 为了国家 为了魔王 为了事业 鞠躬尽瘁 死而后裔 这就是在迷惑人了 外表说 让人为国家 为民族 说得冠冕堂皇 振振有词 其实是让人 为撒旦 为魔王的统治地位 把自己的一生献上 把自己的命也得献上 这不是迷惑人 玩弄人 残害人吗 传统文化所提出的种种说法 并不是要求人在现实生活中 应该怎样活出正常人性 怎样尽到人的责任与本分 而是要求人 在整个社会的框架下 也就是在撒旦的权下 应该表现出怎样的德行 同样 鞠躬尽瘁 死而后裔 这条德行说法 也是为了让人类 对社会民族 尤其是对家国效忠 而提出来的一种信条 这种信条要求人 应该为民族 为家国 为社会鞠躬尽瘁 死而后裔 只有做到勤勤恳恳 竭尽全力 死而后裔的人 才是有德行的人 才是德行高尚的人 才是值得人敬仰 值得子孙后代纪念的人 鞠躬尽瘁 死而后裔中的鞠躬尽瘁 就是指勤勤恳恳 竭尽全力 这话有没有问题 如果从人的本能 从人性能达到的范围来看 这话问题不大 就是要求人做事 对待事业 要勤恳 要竭尽全力 这个态度 应该是没错的 这相对符合 正常人性的标准 就是人做事情的态度 应该是这样的 这相对正面一些 也就是说 做一件事 能够勤勤恳恳 竭尽全力 尽上自己的责任义务 不愧对良心就可以了 对任何一个 有正常人性 有良心理智的人来说 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了 这个要求不过分 但过分的是什么呢 是要求人死而后已 这个死而后已 就有问题了 就是你不但要勤勤恳恳 竭尽全力 还要把自己的命搭上 死了才能停止 不死你就不能停 就是要把你的命献上 要把你的一生献上 不能有私心 一生都不能放弃 如果中途就放弃了 没坚持到死 这就不算是好的德行 这是传统文化中 衡量人德行的一条标准 如果一个人做一样事情 在他愿意做的时候 在能达到的范围内 已经做到了勤勤恳恳 竭尽全力 但就是没坚持做到死 中途就放弃了 选择另谋他业 或者选择休息 一样天年 这就不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这个人就不具备好的德行 这个标准怎么样 对不对呀 很显然 这个标准不符合 正常人性的本能 与正常人性该有的权利 他不是要求人勤勤恳恳 竭尽全力就完事了 而是让人做到死为止 他对人是这样的要求 无论你之前多么勤勤恳恳 多么竭尽全力地做一件事 一旦你中途放弃了 不愿意再继续了 那你就不是德行好的人 如果你之前是一般的勤恳 没有竭尽全力 但是你做到死了 那你这个人 就是有好德行的人 这是不是传统文化中 衡量人德行的一条标准呢 这是传统文化中 衡量人德行的一条标准 这样看来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个要求标准 合不合乎正常人性的需求 这对人来说 有没有公平 有没有人道 不公平 不人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不是在正常人性的 范畴里提出来的 是人不愿意选择的 也是违背良心理智的 这条标准主要的意思 就是要求人 放弃个人的选择 放弃个人的愿望理想 一旦你的素质才干 能够服务于这个社会 服务于这个人类 服务于民族 家国 服务于统治者 那你就应该 不应该 无条件的服务于这个社会 不应该有其他的选择 你就应该为社会 为民族 为家国 甚至为统治者 献上你的一生 一直到死 你这一生所要做的事业 就不能有第二样 不能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你只能为民族 人类 社会 家国 甚至统治者 而活着 你只能服务于他们 不能有任何个人的意愿 更不能有私心 你不但要献出你的青春 献出你个人的经历 更要献出你的性命 这才是有好德行的人 这样的好德行 被这个人类称为什么 大义 那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 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 是不是人常提到的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所谓侠之大者 就是得为国为民 是不是为家庭 为父母妻儿 为兄弟姐妹呀 是不是为尽人的责任本分呢 不是为这些 而是必须得为国家 为民族 效忠献身 这就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 另一种说法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这条要求里所说的 勤勤恳恳 竭尽全力 只不过是一种 人能接受的说法 用这种说法来诱导人 达到心甘情愿的 死而后已 那死而后已 所要贡献的对象是谁 国家与民族 那谁能代表 国家与民族啊 统治者 对了 就是统治者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独立的团体 都代表不了 国家与民族 只有统治者 可以称为 国家与民族的代言人 虽然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这条说法 表面上 并没有告诉人 要为国家 为民族 为统治者 勤勤恳恳 竭尽全力 直到死为止 但事实上 它就是让人 为统治者 为魔王 贡献自己的生命 直到死为止 这一条 所针对的对象 并不是社会上 或者这个人类中的 任何一个小人物 它是针对所有 能够对社会 对人类 对家国 对民族 尤其是对统治者 有重大贡献的 一类人而言的 在任何一个朝代 任何一个时期 任何一个民族 总有一些 有特殊恩赐 特殊本领 特殊才干的人 被社会所认购 被统治者所利用 所推崇 这类人 因为有特殊的 才干本领 因为能够在社会 民族 家国 与统治者的 统治范围内 发挥他们的才能 发挥他们的特长 所以 他们在统治者眼中 常常被认定为 是能够辅佐统治者 更好的统治人类 更好的安定社会 稳定人心的一类人 这类人 常常被统治者利用 统治者希望这类人 没有小我 只有大我 能发挥他们的 狭义精神 成为狭之大者 心里只有国家 只有人民 能够常常 忧国忧民 甚至能够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如果他们 真能做到这一点 能为国为民 勤勤恳恳 竭尽全力 甚至愿意 做到死为止 那他们无疑 就是某一任统治者的 得力助手 甚至被认定为 某个时期 一个民族 一个社会 甚至整个人类的荣幸 如果某个时期 社会有了这样一群人 或者有了几个 所谓挟之大者的意识 能够为社会 为人类 为家国 为民族 为统治者 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那这个时期 就被人类认为 是一段 有光辉历史的时期 中国历史上 有几个 挟之大者 能为国为民 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的 你们说说 都有谁 屈元 诸葛亮 岳飞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 能够忧国忧民 为国家 民族 为人民的生存 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的名人 还真有几个 中外历史上 不管是在政治圈里 还是在民间 不管是政客 还是侠客 应该都有一部分 遵守传统文化 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这类说法的人 这类人 能够恪守 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这一条要求 也能够恪守 为国为民 忧国忧民 这样的思想 能够遵守 这样的德行说法 严格要求自己 做到这些 当然 一方面是为了明 为了以后 能够有人纪念他们 另一方面 不得不说 他们是受 传统文化思想的 熏陶影响 而产生了这些行为 那传统文化 对人的这类要求 从人性的角度上来看 合不合适 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啊 一个人 无论有多大的本事 有多少恩赐才干 有多高的学识 他的身份 他的本能 就是人的身份 人的本能 他不可能超越 这个范围 只不过 他比别人 有点恩赐素质 看是观点 高于一般的人 做事的方式方法 多样一些 灵活一些 效率高一些 达到的果效好一些 仅此而已 但不管他做事的效率 多高 果效多好 他的身份 地位 无非还是一个 普通的人 为什么说 还是普通的人呢 因为一个活在肉体中的人 不管他的思想 多么活跃 恩赐素质 多么高 他遵循的规律 永远是 受造人类的生存规律 不外乎这个 比如说狗 不管他高矮胖瘦 是什么品种 多大年龄 他接触任何一条狗 通常都是用文气味的方式 辨别对方的性别 性格 与对他的态度 这种交流的方式 就是狗生存的本能 也是狗生存的 一种规律与法则 这是神制定好的 同样 人也都是在 神所制定好的 规律中生存 不管你头脑多灵活 学识多高 不管你素质才干多高 不管你本领大小 能做多大的事业 你每天必须有 六到八个小时的 睡眠时间 得吃三餐 少吃一顿就感觉饿 喝水少了就感觉渴 身体还得常常运动 才能维持健康 年纪大了就会眼花 就会产生各种疾病 这是正常的生老病死的 自然规律 是神命定的 这个规律 任何人都打不破 任何人都摆脱不了 基于这一点 无论你本事大小 无论你素质才干高低 你还是个普通的人 你就是插上翅膀 在天上飞两圈 最终你还得落在地上 还得用两条腿来走路 累的时候还得休息 饿的时候还得吃食物 渴的时候还得喝水 这是人的本能 这个本能就是神给你命定好的 你永远改变不了 也摆脱不了 不管你有多大本事 你都违背不了这个规律 都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所以说 不管人有多大本事 人的身份地位是不变的 塑造之物的身份地位是不变的 即便你在人类中间 能有那么一点特殊的 杰出的贡献 你依然是人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依然会感觉惧怕 心慌腿软 甚至二变失禁 为什么你能有这样的表现呢 因为你是人 既然是人 你就有人该有的这些表现 这就是自然规律 谁也摆脱不了 你绝对不会因为 有了许多杰出的贡献 而变成超人 一人 就不是正常人了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即便能达到 为国家 为民族 鞠躬尽瘁 死而后裔 但因你是活在正常人性里 你的心灵深处 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呀 整天要求自己 忧国忧民 心里得装得下 整个民族国家 认为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是那么回事吗 一个人绝对不会因为 有了不同反响的思想 而变得异于常人 也绝对不会 因着有了特殊的 恩赐才干 或者对人类 有了杰出的贡献 而异于常人 高于常人 而不用遵守正常人性的法则 与生存规律 所以 对人类提出 鞠躬尽瘁 死而后裔 这个要求 是很不人道的 一个人 即便有高于常人的才干与思想 高于常人的眼光与判断力 甚至有高于常人的处事能力 与看人 洞察人的能力 不管他高于常人什么 他活在肉体里 依然要遵循 正常人性的生存规律 与法则 既然他必须遵循 正常人性的生存规律 与法则 那对他提出一些 不切合实际 不符合人性的要求 是不是不人道的 是不是对他人性的一种 践踏 有些人说 上天赋予我这样的恩赐 这样的才干 那我就易于常人 我就不是寻常人了 我就应该心怀天下 心怀百姓 心怀民族 心怀家国 心怀世界 我告诉你 你心怀这些东西是额外负担 是统治阶级加给你的 是撒旦加给你的 所以你心怀这些东西 就是死路一条 你想心怀天下 心怀百姓 心怀民族 心怀家国 心怀统治者的理想愿望 那你就死得快了 你心怀这些东西 就等于把自己放在火药桶上 放在炸药包上了 这是很危险的事 一点意义都没有 当你心怀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要求自己 我要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我要为国家民族大业 为人类做出贡献 我要将我的生命 献给这个人类 如此大的雄心壮志 带给你的 只是早妖 横死 或者灭亡 你看那些心怀天下的 历史名人 有几个落得好死的 有的是投河自尽 有的是被统治者处以急刑 有的是上了断头台 被砍头 有的被统子勒死 心怀天下 那是人能做到的吗 家国大业 民族兴旺 国家的命运 人类的命运 是人能扛得起 装得下的吗 你心里能 你心里能装得下父母 儿女 装得下你最亲最爱的人 装得下自己的责任 与上天赋予你的使命 就很好了 就已经尽到你的责任了 不需要你忧国忧民 不需要你做侠之大者 那些总想心怀天下 心怀民族 心怀家国的人 都是什么人呢 都是野心太大 不自量力的人 你有那么大的心胸吗 你的野心是不是太大了 你的野心到底从哪里来的 你心怀这些之后 你能做什么 你能摆不主宰谁的命运呢 连你自己的命运 都由不得你自己 你还想心怀天下 心怀民族 心怀人类呢 这不是撒旦的野心吗 所以 对于一个自以为能者的人来说 恪守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这是在自寻死路 就是找死 谁要忧国忧民 要为民族 为家国 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这就是自寻死路 那这些人 可不可爱 这些人 不但不可爱 还有点可怜 可笑 真是太愚蠢了 作为一个人 在家庭里 要尽到自己的义务与责任 在任何一个社会团体 族群里 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尽到自己的责任 遵守社会的法律 规章制度 做事要有理性 不要唱高调 做到人能做到的 做到人该做到的 这就合适了 至于对家庭 对社会 对国家 对人民 不需要你做到 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只需要做到 在神家 尽心尽意尽力 尽好你的本分 就可以了 那怎么尽好本分呢 就是按照神的话 遵守神所要求的 真理原则 就足够了 不需要你成天 心怀神的旨意 心怀神的选民 心怀神的经营计划 心怀神的三部做工 心怀神拯救人类的工作 不需要你心怀这些 为什么不需要 因为你是个普通人 是个小人物 因为你是神手中的 受造之物 你应该站的立场 你的责任 就是老老实实 尽好自己的本分 接受神的主宰安排 顺服神摆布的一切 这就够了 这个要求高不高 神要求你 献命了吗 神没要求你献命 而德行说法里要求的 人只要有点本事 有点胸怀 有点狭义精神 那就应该挺身而出 为家国 为民族 鞠躬尽瘁 把你的命献上 放弃家庭 亲人 放弃自己的责任 把自己置身于 这个社会之中 置身于这个人类中间 担负起民族大业 担负起国家复兴的大业 担负起拯救全人类的大业 直到死 这是不是一种 极端的要求啊 当人类接受这种 极端的思想之后 人类就会把自己 看得很伟大 尤其是一些 有特殊才干 野心欲望特别大的人 他们就追求 名垂青史 流芳百世 要求自己此生 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就特别看重 崇尚传统文化的观点 就如传统文化提出来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死有重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 自己一定要选择 重于泰山 这个死有重于泰山 指什么 不是为了一点 迎头小利而死 不是为了过 普通人的日子而死 不是为了尽一个 受造之物的本分而死 不是遵循自然规律而死 而是为了人类中的大业 为了民族的复兴 国家的兴旺 社会的发达 为了引领人类的潮流而死 人类这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 就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这样人还有好日子过吗 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一旦活在风口浪尖上 人所想的所做的 就与普通人不一样了 所追求的也就不一样了 就要大展宏图 成就一番宏图伟业 还要振臂一挥 搞大事业 慢慢的 有些人就要参与政治了 因为只有政治这个舞台 才能满足人的欲望与野心 有的人说 政治圈里太黑暗 我不参与政治 但我还有这个愿望 为人类的正义事业贡献些什么 他就加入江湖帮派了 有的人说 我不加入江湖帮 我当一个单独的侠客 发挥我的特长 劫富济贫 专门杀贪官污吏 土豪猎身 警匪恶霸 救济黎明百姓 救济穷人 不管他们走哪条道 都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而产生的 都不是正道 不管人的说法 多么合乎社会潮流 合乎民众口味 不可避免的 还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因为人类总把 忧国忧民 心怀天下 辖之大者 家国大义这些书法 当成追求的目标 而为此献身 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事实就是这么回事 有没有人说 我这辈子就希望 当个农民 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就行了 有没有人说 我一辈子就放牛放羊 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有没有人把这种说法 用在这些地方呢 人都是带着一种野心 与不切合实际的欲望 用到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这个说法的 人是利用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这个好的说辞 掩盖人里面的欲望与野心 当然鞠躬尽瘁瘁死而后矣 也催生了人忧国忧民 胸怀天下 这种不切合实际的 变态的想法与做法 不知坑害了多少人 人致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